HELLO 大家好 我是網路溫度計阿富人 我是Eva 歡迎來到我們的全新企劃 邊吃邊玩 看我們桌上的四個號碼牌 就知道我們今天又要來盲測啦 那我們現在盲測什麼呢 十大連鎖金牌店 十大 啊桌上只有四塊一左右 為什麼 為什麼 早上沒有站住 沒有站住 會長 好 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榜上這四個號碼牌 比肉 比誰好吃 那話不多說 進行我們第一派 那我們第一名究竟是 第一名就是 三號三四名 可是他真的超級無敵無敵 廠 在現場看是真的覺得他非常有 廠 對 廠 廠很重要 廠 第二號我們來比厚 厚 怎麼比呢 我們要拿刀從他最早的地方 撕下去 然後來劈看哪一個地方 最厚 厚 他很厚耶 WOW 看這刀子多深 麻煩EVA幫我量他的厚度 最後好對不對 有感覺 最後 好 那我們的冠軍就是 三號 好了進行我們第三關 誰比較好吃 經過一般辛苦的試吃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分享我們的心得啦 那一號選手 EVA覺得 我覺得他的皮 脆脆的 然後我覺得蠻有 嚼勁的 來到了二號選手 我覺得他的肉比較多級 他的肉品感覺真的蠻好的 越腳越奇景 就是真的刷出 三號 這個外皮 他一定有什麼 因為他有一點點 咖哩味 就是會讓人覺得 有心香到在裡面 這種 對 很提味 再來四號選手 我覺得他很像 放學為家 的唯一 好那我們現在來分布 四號選手 雖然他 感覺名次不會吃香 是誰 台灣第一家 眼酥雞 合理啊 第一家 真的 再來 這個 我們看一下是誰 天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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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假的 天使天使 好 再來二號是誰呢 登 喔 我 為什麼蠻厲害的 那就是 然後 我看不到 其實我還是知道 是什麼 龍甲 龍甲 好的 那我們揭曉四位選手 不過 你有自己心中喜歡的金牌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之後我們這次的遊戲 有個這次的動作 就到這裡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